知道,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只不过他们并不在乎是否伤害了你 相反,他们还会利用你曾经透露给他们的脆弱点 适时地去攻击你,故意伤害你,惹恼你,激起你的反抗情绪 从而得到自恋攻击 这样,他们就可以冷静地让别人认为你才是那个情绪不稳定的疯子 而他们就可以对外人说 你看,我多可怜,每天和这么一个情绪不稳定 还时不时暴露的人在一起生活 供他吃喝,还养家,我多不容易啊 所以,对付NPD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 不流露任何情绪给对方 不流露任何你的个人信息给对方 他委屈你,你不反抗 他把你的英语投射给你,你也不要和他争辩 因为对方讲不清道理,反而会消耗你自己的能量 他对你暴怒,你直接离开现场或者去另一个房间 因为在你的内心里,你不允许别人和你这样讲话 所以把这些委屈收起来 你可以找你信任的朋友去哭诉自己的委屈 但是记得,把对方所有的不良证据收集好 等到最后分手或者离婚的时候,再看谁下到最后 这个,就叫婚姻使法 还有就是,你真的需要对方对你道歉吗? 你是否认为只有他们说了 对,是我故意伤害你的,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 我伤害了你,你就觉得心里平衡了吗? 如果他们就说了这些话,那还蛮好的 但是,你真的需要他们说这些话给你吗? 他们没说,你就没有体会到受伤的感觉吗? 你没有体会到被对方背叛的感觉吗? 还是说,必须等他说了道歉的话 你才被允许感受到受伤? 被背叛的感觉? 不是吧? 所以那不是你需要,那只是你想要而已 你以为你得到了他的道歉,才可以去抚平自己的伤口 这样的话,你其实内心觉得对方比你拥有更大的权利 掌控你所经历的感受 可事实就是,无论对方是否道歉 你内心因为相信了对方受了的伤 你把自己的脆弱点展示给对方受的伤 你因为对方背叛而遭受受伤 你被对方抛弃而受的伤 这些依然客观存在 你必须自己先看到这些 并且自己去愈合这些创伤 一个人故意利用你的脆弱 把你伤害到遍体鳞伤支离破碎 你真的相信他会帮你再一片一片拼回去吗? 你曾经在对方面前展示的脆弱 就是因为你相信对方不会利用你的脆弱来伤害你 但是他却故意来伤害你 为什么你这一次还要相信对方 并且给对方这个权利去帮你疗愈 这不符合逻辑吧 你这样不就是自己抛弃自己了吗? 所以你应该自己保护好自己 疗愈自己 不再给对方机会接近你 才是正确的作用 点赞关注我 教你更多 与自裂型人格障碍患者过招的办法